直系首领曹昆通过会选当上总统后 直系和奉系军阀再次发生大战 战争进行中 直系前方主将冯玉祥突然脱离战场 回师直逼北京 那么冯玉祥究竟要干什么 而当上总统仅仅一年后 曹昆的命运又将发生怎样的转折呢 历史学者宋连生将为您讲述 北洋乱局第39集 曹昆倒台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上次我们讲到 冯玉祥要在北京发动政变 搬到曹昆和吴佩福 胡锦衣与孙悦是他的两个得力助手 曹昆对孙悦曾有过救命之恩 孙悦对曹昆也是忠心不二 在直满战争中 曹昆为西路总指挥 西路出战失利 无佩服破口大骂孙悦 白多吃了几年饭 孙悦人若寒分 重上战场 亲自指挥 部队反败为胜 战后 其他师旅大小军官都有升迁 唯独孙悦为获晋级 曹昆看在眼里过于不去 就任命孙悦为第十五混城旅旅长兼 大名镇首使 经济警备副总司令 第十五混城旅是孙悦的基本班底 其他的职务多位虚职 没什么实权 可吴佩服仍然认为太便宜他了 又趁机抽走了他的一个步兵团 孙悦由此对吴佩服恨之入骨 对曹昆也就有了二心 冯玉祥还与担任执军副总司令 兼后方筹备总司令的王称斌 达成了谅解 王称斌对冯玉祥的行动表示同情 他自己不想参加 但也不会破坏 得到胡锦义 孙悦 王成斌等直系将领的支持默许后 冯玉祥在暗中寻找机会 准备推翻曹昆和吴佩服主导的直系政权 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 前方战士吃紧 吴佩服亲赴山海关前线 并将直系主力和后援的张福来部队悉数调往前线 北京兵力空虚 冯玉祥认为政变时机已经到来 于是他命令所属的国民军士兵紧急掉头直逼北京 冯玉祥所部以昼夜兼程140华里的速度向北京急奔 他们烟旗西谷 沿途割断电线封锁消息 悄无声息地迅速逼近北京 为了防止走路消息 沿途遇到的所有往来与北京热河间的人员一律扣留 22日晚9时 冯部所属第八旅和第22旅率先开进北京 李明忠 陆忠林两位旅长遵照冯玉祥的指令 派兵把守各城门并占领车站 电报局 电话局等交通和通讯机构 至此 北京城已经在冯玉祥的掌控之中 与此同时 胡锦义的大部队也由谦安尊化开回了通州 我们再说北京城里的曹坤 曹坤自从将调兵遣将的大权交给吴佩福以后 仍然像从前一样 整天休闲享乐无所事事 23日清晨 沉睡中的曹坤被咚咚的敲门声惊醒 敲门人大声叫着 不好啦 冯玉祥发动政变啦 曹坤穿着睡衣急忙打开大门 见敲门的是卫队营长 这位营长见到曹坤来不及 说明缘由便呜呜地哭了起来 在曹坤的一再追问下 卫队营长才止入哭声 把冯玉祥兵回北京孙岳作为内应 将北京城全部控制的消息告诉了曹坤 并对曹坤说 孙岳就在总统府外 曹坤一听顿时全明白了 他让卫队不要轻举妄动 现在既然冯玉祥 孙岳等人控制了形势 我们就要好自为之 别拿鸡蛋往石头上碰 总统府啊 他们要尽就尽 要出就出 只要咱们无事 就可以等吴玉帅来解围 曹坤所说的吴玉帅 自然是指吴佩福 吴佩福自子孕 北京政坛的人们 多称其为吴玉帅 卫队营长听曹坤如是说 连忙答应地退出 屋子里又剩下曹坤一个人 他像遭了双打的茄子一样 蜕然坐在太师椅上 23日 陆军检阅史兼 第十一师师长冯玉祥 陕西陆军第一师师长胡锦义 大明镇首使兼第十五混城旅旅长孙悦 联名发出呼吁和平通电 通电将本次直奉战争 说称是吴佩福与张作霖二人间的私斗 痛斥吴佩福 凭战胜之余威 逞依人之愤 兴孤注之师 事贤既毫无筹备 临时诱夫调度乖方 电报还说 夜经电请大总统 明令成警以谢国人 平战言和 用苏民困 根据这个电报 冯玉祥所采取的 还是倒无而战不到曹的办法 还想利用曹坤这个傀儡总统 来收束前方军事 制止吴佩福的反抗行为 当天下午 内阁总理颜慧庆 慌慌张张地跑到总统府来 见到曹坤也顾不上行李 便直接问道 逢检阅时等人要求下令停战 和惩办吴玉帅 怎么办 曹坤一听吴玉帅三字 便连忙问道 子玉现在在哪里 颜慧庆尚未回答 孙悦一脚踏进了 总统办公室说道 大总统不必害怕 我们会保证你的安全 但吴佩福罪则难逃 我们也不为难他 给他个名义 让其平安下台就是了 我们前面讲过 孙悦是曹坤一手提拔起来的 如今在这种场合见面 不免显得尴尬 曹坤接着颜慧庆的话题说道 你们不必问我 问责任内阁去好了 二十四日 责任内阁秉承冯玉祥的意思 通过决议并发表四道命令 第一停战 第二撤销讨逆军总司令等名义 第三 解除吴佩福的直鲁玉巡悦史 及第三师师长等职务 第四 任命吴佩福为青海捅物督办 这第四道命令 应当就是孙悦在曹坤面前所说的 给吴佩福个名义 让其平安下台 这些命令需要大总统盖印才能生效 曹坤一边盖印一边叹息着说 我实在太对不起紫玉了 他到这个时候还说这种话又有什么用处 第二题 也就是十月二十五日 冯玉祥派人解除了总统府守卫曹氏杰吕的武装 这个旅是曹坤的子弟兵 新换的守卫则是冯玉祥的亲信部队 从此 曹坤便处于冯玉祥部下的直接监视中 同一天 冯玉祥 王成斌 胡锦义 孙悦等人在北京开会 决定组织中华民国国民军 冯玉祥任总司令 兼第一军军长 胡锦义 孙悦 分任副司令 并兼第二军 第三军军长 考虑到曹坤因其会学已经声名狼藉 用其做傀儡总统难以取得各方面的同意 会议决定拥戴段祺瑞为国民军大元帅 靠段祺瑞来打通反殖同盟的关系 会后 冯玉祥派王成斌到天津向段祺瑞表达拥戴之意 段祺瑞并没有拒绝 二十六日冯玉祥胡锦义 孙悦三人正式发出拥断通电 至此冯玉祥等人的行为已经超出了直系内部的派系斗争 而是要改变政权 史称北京政变 冯玉祥发动政变 上台仅仅一年时间的曹坤沦为阶下囚 此时直系二号人吴佩福正在前方与凤军激战 听闻消息后 他率军紧急救援北京 并动员其他直系将领 试图围剿冯玉祥 那么吴佩福与冯玉祥的这场较量 会有怎样的结果 已成为阶下囚的曹坤 还能否迎来转机呢 历史学者宋连生将继续为您讲述 北洋乱局第39集 曹坤倒台 山海关前线战火纷飞 吴佩福突然接到冯玉祥等人 23日发出的呼吁和平通电 不仅大吃一惊 当时他还疑心 电报是张作霖捏造出来的 用以离间执军将领 次日查明电报并非缝隙捏造 确实是从北京发出 不过他仍然心存侥幸 认为胡锦义未必可以与冯玉祥一道反叛 可能是冯玉祥冒用了胡锦义的名义 这种冒用名义的事情当年可谓司空见惯 想到这 吴佩福随即手拟了一道命令 任命胡锦义代替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 并派亲信张静尧到通州去传达此项命令 结果张静尧刚到通州就被扣下 25日真相大白 北京确实发生了政变 而且政变确实是冯玉祥与孙岳胡锦义三个人联手干的 所有的侥幸与幻想都已破灭 吴佩福必须面对现实做出应对 他把前方作战任务交给张福来主持 自己率领第三师第二十六师各一部 约七八千人乘车回救北京 他在秦皇岛途中发出电报 谎称大总统清派密使来到 声称冯玉祥派兵包围公府 本大总统已施自由 特命吴总司令 兴叶率师入位 会施套贼 所有征伐是以军卓吴总司令便宜行事 其实此时曹坤已处于冯玉祥部下的严密监事中 哪里还派得出密使 二十六日 吴佩福抵达天津 又带王怀庆等人发表讨逢通电 电报自然也是捏造的 他把带来的部队不防在阳村一带 他一共带来了七八千人 靠这么点人去讨伐冯玉祥并不现实 他所希望的是凭借昔日的威风 并且借助于曹坤的总统名义 调动旗械员的军队由金服铁路北上 逍遥南的军队由金汉铁路北上 与他在天津的部队合力 共同夹击北京 他在天津 假借曹坤的名义发表了一道又一道的总统令 各地军阀虽然明知其为假命令 但由于前方战事不明 而吴佩福在直系内部的地位 确实非等闲之辈可比 因此呢 在二十六二十七日两天里 萧耀南 齐谢元 孙川芳等人 纷纷发出 诸武讨逢的通电 甚至远在四川的刘湘 杨森等人也跟着摇旗呐喊 萧耀南 齐谢元和孙川芳还分别派出数量不等的援军 准备沿京浦 京汉两路北上 吴佩福的计划似乎正在见效 各省援军尚未开动 冯玉祥胡锦义的军队 却已经开到廊坊准备进攻天津 在天津做渔工的张绍增 是吴佩福的儿女亲家 见吴佩福身处险境 便奔走于北京天津之间 试图调停双方西战 由于冯玉祥吴佩福都认为自己胜券在握 张绍增的调停无功而返 不过在北京的时候 张绍增提的一个建议被冯玉祥采纳了 他的建议是 你既要对吴就不要太为难曹 其实就私人关系而言 曹坤代冯玉祥不错 所以冯玉祥只是想推翻曹坤的会选政权 并没有想过于苛待曹坤本人 听了张绍增的建议 冯玉祥答应让张绍增派他的弟弟张绍成 去看望曹坤 张绍成奉其兄长之命去看望曹坤 两人以前见过面 但此番见面颇为特殊 张绍成说明其兄长正为和平奔走 并且说 我来时冯茧月使要我向总统致议 说如需要什么要我转达 好给总统预备送来 曹坤也很客气地说 请你转告冯茧月使 他们对我很好 不需要什么 28日山海关战事发生急剧变化 奉军张宗昌部由平泉冷口入关 从邪寺里占领兰州 截断了山海关执军的归路 和山海关天津间的交通线 当时山海关的执军 因为北京发生政变 已经人心浮动 吴佩福从前线率领少量部队 回师救援北京以后 前线将士更有群龙无首之感 如今归途被奉军截断 正面奉军攻势更加伶俐 山海关执军迅速土崩瓦解 败军如潮水般溃散 31日奉军占领山海关和秦皇岛 缴获执军枪械达三万余志 奉军在山海关的攻势 从根本上摧毁了吴佩福所率 执军的战斗意志 从31日起 冯玉祥胡锦义所部 自廊坊向天津进攻 至11月2日 占领阳村和北苍 吴佩福的司令部 被迫移到了军梁城 此时张宗昌吴光新等部 已经占领唐山庐台军梁城 危在旦夕 乌露偏风连衣雨 山东都里正是齐 见吴佩福已是穷途末路 在济南宣布武装中立 并派兵到苍州马场一带 截断了京府铁路 同一天 山西军阀延西山出兵石杰庄 截断京汉铁路 吴佩福所期待的两路援军 都化为了炮影 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 好在由海军部军需司长刘永迁 替他准备了一艘滑甲运输舰 11月3日 吴佩福率领两千余名残兵败将 在唐姑登建浮海南下 冯玉祥发动的政变 改变了北洋政治格局 直系战败 吴佩福出走 总统曹坤也遭到软禁 那么此后曹坤的命运如何 在曹坤之后 北洋政局还将发生怎样的变化 战乱频繁 政局动荡的北洋时代 又是如何落幕的呢 历史学者宋连生将继续为您讲述 北洋乱局第三十九集 曹坤倒台 天津的战事尚在进行中 冯玉祥便开始在北京收视局面 10月31日 冯玉祥以曹坤的名义下令 准国务总理颜慧庆辞职 11月1日 任命皇甫组织摄政内阁 并兼待国务总理 这个内阁不用说 是以冯玉祥的心腹为核心 从法律上讲 内阁要在总统向国会正式提出辞职资文之后 才能设行总统职权 因此下一步 就要劝曹坤通电辞职 劝谏的任务就交给了 曹坤会选时的大功臣 王成斌 王成斌在曹坤会选中立下了汉马功劳 此前还曾对黎元洪干过劫车夺印的勾当 对此曹坤都曾记在心上 并且给予了回报 曹坤做总统以后 把自己曾经坚韧的直立都军一职 让给了王成斌 还提拔他当上了直辱御寻月赋使 因此王成斌此番一进总统府 曹坤似乎看到了什么希望 以为王成斌是来帮他解除危机 恢复权力的 但没想到此时的王成斌 早已没有了昔日低眉顺眼的笑模样 他搬着面孔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 拿出冯玉祥签发的命令 如同新差大臣宣读圣旨一般读了起来 县曹在二十四小时内辞职 迁出新华宫 保证其生命安全 如曹不走 即断刑最后处置 曹坤一听 就傻眼了 他怎么也想不到 前来逼自己下台的人 就是一年前 帮他对黎元洪劫车夺印的剑将 真是世事无常 但感慨又能有什么用处 当天曹坤就交出了辞呈并交出了总统印信 曹坤自民国十二年就是1923年10月10日登上总统宝座 至此交出总统印信 一共是一年零二十多天 曹坤下台以后 段齐瑞在张作露 卢永祥 冯玉祥等人拥戴下 于当年11月22日重返北京 宣誓就任中华民国总执政 执行政府执权 段齐瑞任执政以后 于当年12月6日发布命令 称曹坤会选窃位 获国殃民 着内务陆军两部严刑监事 听后攻判 摆出一副要依法审判曹坤会选窃位罪行的样子 但这也不过是摆摆样子而已 一来段齐瑞念及北洋旧情 不想把事情做得太绝 二来他的执政地位也并不稳定 随着北京政坛风云变换 曹坤会选的事情 渐渐变得无人问津 曹坤仍然住在昔日的总统府里 只是由一队士兵看守着 不能自由出路 到了民国15年 也就是1926年春天 看管曹坤的卫队正式撤离 曹坤也就恢复了自由 曹坤下野以后 也曾有人提议再开国会选举总统 但国会议员大多参与曹坤会选 而声名狼藉 没有参与会选的不仅人数太少 而且也早已超出任职期限 而吴景连等人搞得延长国会议员任期 又根本不能为社会各界所接受 既然没有合格的议员 也就不存在召开国会的可能 而没有国会 也就不存在选举总统的可能 从此 北洋政权既无国会 也无总统 不伦不类 苟延残喘 民国十五年 也就是一九二六年 在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 随着北伐战争的逐步推进 北洋政权土崩瓦解 最终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箱 关于北洋乱局 我们到今天就全部讲完了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李清照一生有两次婚姻 在第一任丈夫赵明成去世后 不顾流言蜚语选择改嫁 可改嫁不到白日 却又坚持离婚 那么李清照为何要这么做 他的这一系列行为 是否为当时的法律所允许 下期将为您讲述 李清照改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